那我後來其實才知道 爸爸特別把我們安置在郭家 那其實最主要的是因為 我媽媽的個性 他是會拿小孩來當作要脅 去跟爸爸予取予求 這你後來才發現 這個我是後來才知道的 那因為爸爸也擔心 將來可能就是被 媽媽把兩個孩子帶走 我爸爸就看不到我們了 所以他特別把我們安置在郭家 就是國家親戚很多的 那個大的家庭裡面這樣子 那這是我比較後面才知道 那當然我跟媽媽相處的時間 是這麼的長 我也非常能夠理解媽媽的個性 因為你知道就是女兒跟媽媽 是永遠有吵不完的假 那我後來也真的覺得 如果真的異地而處 就是我如果是我爸爸的角色 我還真受不了我媽媽 突然可以同情爸爸了 了解他的問題了 後來就是我美國回來要畢業了 然後他又開始跟我講說 他在高雄有開一間公司 他希望我回去幫他 那我那時候想說 我又是詐騙集團吧 真的 那我那時候年輕我再三想 因為其實還是很追求這個 大家的必備品 我的缺少的就是父愛 爸爸 那我還想說 好 所以再次給爸爸機會 對 我再次就再次給他機會 我就說好 那我這次就準備好了 回去 結果我仍還沒到台灣 他就說他公司破產了 所以又沒這件事 我說他真的 還好詐騙的比較早 對啊 還好這次發現得早 我還沒有到高雄去 不然又要在高雄流浪一陣子了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之後 就再也不想跟他聯絡 就對他就愛理不理他 反正就是電話敷衍這樣子 那他人呢 他人就一樣在外面到處漂泊 然後他一直說他在創業 然後有一天他有打電話 他媽媽跟我講說他因為 真的不行了 他又要再回美國重新開始 那我就那時候已經覺得說 好啦 反正就是 只是一個聯絡電話 就這樣固定會接到詐騙一樣嗎 對 我其實有幾次騎車 都不小心睡著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就想要問一下 我就問媽媽說 我可不可以請爸爸載我 因為我其實覺得 畢了業了 這個年紀還叫父母載 其實有點說不過去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問爸爸 我想說問一下媽媽 然後媽媽就說他覺得 其實我應該要自己去問爸爸 他相信爸爸的個性 應該是會答應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還是 鼓起勇氣去問了爸爸 然後沒想到爸爸 就是二話不說 他就說沒問題 那就載你 對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就很感動 我就覺得說 就是爸爸他畢竟也有工作 他也要排開他的時間 然後因為我上家教 其實是一個小時 那開過去來回要一個小時 那我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他要在外面等我一個小時 他是沒有事情做的 對 所以其實 他可以滑手機啦 他有事情做 對 然後其實我會覺得說 願意這樣為我做的 也只有爸爸